六名助理围着牙医师 有人帮忙照明 有人帮忙扇风 患者吓坏了 看牙齿看到一半 遇到大停电 也不能临时喊咖 医师临危不乱 在助理的帮忙下 帮患者完成牙齿矫正 尽管看似顺利 但隔一天 医师被突然的停电吓到了 忙着上网订购 柴油发电机 要装的话就 三间院手都要装 就一百多万 虽然一台药价四十多万元 不便宜 但突然断电 医师笑说 好险当时只是在帮患者 做牙齿矫正 可以勉强继续 如果是在动手术 可就不得了了 所以还是决定下单 以备不时之需 你把牙拔到一半 你直牙直到一半 你在做 就是中期以上的手术 然后忽然你的电都没有了 那怎么办呢 你切到一半 你要把伤口缝合吗 815全台大停电 不少医疗诊所都遭殃 但有些患者 容登最惨灾情受害者 游医师的朋友 游医师说 你那边有停电吗 医师回说 有而且大肠镜才刚插进去 一听到这句话 有人马上尖叫 毕竟照大肠镜 是将软管插进去 身体里头检查 过程中本来就很不舒服 但遇到停电 monitor不能看 检查被迫停摆 对他们来讲也不公平 他们准备一个大肠镜 要经过两三天的准备 吃了泄计 然后辛辛苦苦来做这一次 而且刚好已经做到一半 甚至我们快要结束了 而且我又要重新撤到一边 受到突然停电的影响 不少医疗诊所只能暂时停诊 苦了不少患者跟医师 容登最惨灾情的大肠镜 照到一半停电 只能重做 等于是患者得再多受一次苦 记者陈胜一潘尹文 高雄报导